印尼歷年來最高齡的總統 今年七十三歲的普拉伯沃 昨天舉辦了就職典禮 要展開五年任期 在思義的帶領下 印尼前總統佐科威 跟即將就職的總統普拉伯沃 進入國會 在克蘭京的見證下 普拉伯沃需時接替佐科威 開啟未來五年的總統任期 而除了他以外 三十七歲的副總統 吉伯朗也同時宣誓就職 並且簽署就職問書 今年七十三歲的普拉伯沃 是印尼第八任總統 也是歷年來年齡最高齡的總統 過去他曾經兩次出馬競選總統 卻失敗 成了佐科威任職總統時期的 國防部長 今年二月總統大選中 他與佐科威的大兒子 吉伯朗搭檔 替書包括為兒童 提供兩百八十億美元 免費餐食計畫等競選承諾 獲得了超過百分之五十八的得票 在四月獲得了印尼選委會 認可宣布當選總統 二十二上午的就職典禮 包括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格林菲爾德率領官方代表團 英國外交大臣拉米 馬來西亞首相安華 跟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等 數十位各國外交官員 也都到場祝賀 我是新聞陳志同評議